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恐怕就是被骂最多的周琪了 但是以周琪的自身特点而言 他更适合成为空间型内线 毕竟对抗性和力量偏差的他 根本无法成为阿联和姚明那样的内线支柱 也扛不住那些又黑又硬的黑人球员 而剩下的球员中 胡金秋最近两年进步缓慢 得分区域也依旧只限于禁区之内 王哲林在CBA联赛还行 到国际大赛中速度慢得劣势过于明显 而33岁的韩德军基本上已经进入生涯末期 至于其他内线球员 还未在CBA联赛中证明自己 如何能在更高等级的世界大赛中指望他们 说句不好听的 最近两年的中国内线 多少给人一种轻狂不接的感觉 与内线大不相同的是 最近两年中国内优质后卫几乎成井喷壮 在本赛季第一阶段的比赛中 无前郭艾伦和孙明辉三位后卫 打出了现象级的表现 得分助攻军杀入国内球员前三 球场贡献 场上表现和自身数据 丝毫不比那些小外员差 而且三人各具特点 郭艾伦的篮下终结 无前的三分投射 孙明辉的攻守兼备 让国家队后卫线上 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再加上堪称本赛季全能王的江雨昕 效率惊人的赵瑞和胡 明轩 新疆队 外线新和堂才育 换队后 完成逆袭的高师岩 擅长组织防守的赵继伟等等 毫不夸张地说 中国后卫线从未如此富足过 更难能可贵的是 这些优质后卫中 即便是年龄最大的吴钱 和郭艾伦也不过 才26岁 均处于当打之年 毫不夸张地说 这些球员 可保国家队后卫线 至少5-7年中 再无任何后顾之忧 而中锋的没落 后卫的崛起 将无疑让中国南篮 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或许本届亚洲杯中 大家就能够看到这样的一幕 中国南篮内线球员 将不再是球队的核心 新的进攻核心将会是后卫球员 而中国南篮 也将进入一个后卫 当家的时代 不过后卫的强势 并不能改变中锋的没落 纵观世界篮球几十年 哪一支成功的球队 不是内外线实力均衡呢 即便是被认为 中锋没落的NBA 内线球员的作用 也远比大家看到的 要重要得多 上赛季的火箭和快船 就是最好的例子 希望中国队 能够出现几个优秀中锋的苗子 传承中国内线的传统 并帮助国家队 再次实现突破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收藏不迷路